八九十年代的香江娱乐圈 正是群美争其斗艳繁华之时 大花织肉 小花喝汤 名不见经传的只能当壁花 或者见走偏锋自求多福 稍有不慎就会为他人做假衣裳 没有护花使者相陪 在娱乐圈想混出头的女星 寥寥无几 没有勇气或者无可替代的才华 也根本别无出路 1966年 一个女孩出生了 谁也没有料到 未来这个姑娘会为香港带来一副 令所有男女艳羡的身材 她的名字叫叶子梅 叶子梅原名叶苏群 父亲是一位理发师 母亲在家操持家务 家里还有哥哥姐姐 一家六口挤出租屋内 生活不能说穷困潦倒 但也捉襟见肘 中学毕业后 不到20岁的叶子梅怀揣明星梦想 报名参加了亚洲议员培训班 并在1985年于第三期顺利毕业 毕业时 叶子梅成绩斐然 从一千多名学员中脱颖而出 顺利签约亚氏 然而时运不济 自己刚进入这个圈子 正好赶上亚姐选美 大批美人如雨后春笋般拔跌而起 颜值一般素面朝天的叶子梅 在这些艳丽夺目的大美女身边 相当于背景板一般的存在 这让培训班的演员们黯然失色 特别是女演员更难得到命运的垂青 作为一个新人 她经历了大多数新人的必经之路 跑了三年龙套 前媒转着 名气更是不用提 反而与她同期参加培训的 黎明与张家辉等人迅速走火 正当叶子梅为自己的虔诚苦恼时 一个从天而降的机缘 从此彻底改变了她的星途轨迹 这期间 一家周刊曾找到了叶子梅 他们发现了叶子梅的亮丽 和独一无二的特征 邀请叶子梅拍摄了一组写真 梅承想销量不错 也正是这组写真 逐渐为叶子梅打开了一些知名度 1988年 一向触角灵敏的家河 知晓叶子梅与老东家亚氏合约到期 迅速向她抛来橄榄枝 叶子梅历经暗淡时光的犀利之后 早已学乖了 她知道进入大名鼎鼎的家河意味着什么 迅速做出反应 头也不回地进了家河 这是一个灰姑娘蜕变之前必然经历的心路过程 一个不能让员工吃饱饭的地方 忠诚这个品质如同鸡肋 抱上了家河这个神奇的大腿 叶子梅的星途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她开始转战大荧幕 在那被林青霞、关芝林、王祖贤 各大女星占领半壁江山的香港娱乐圈 叶子梅能突出重围 异军突起 光芒虽然吸足了男性看客的眼 却也让自己处于尴尬之地 1991年 为了营造更大的噱头 家河公司让叶子梅去为自己的胸部购买保险 花费了200万元 使公众的目光都聚焦到叶子梅的身材上 此事一出 瞬间被传得沸沸扬扬 毕竟这是香港第一起人体保险 也让叶子梅一下子就身处 全香港的娱乐话题中心 热度只增不减 这一年当中 叶子梅有不少电影上映 但她饰演的角色却有同样标签 性感身材 举止魅惑 无论是狭解传奇 还是和周星驰主演的电影《情圣》 或是曾创下佳祭的黑帮人物传记电影 或好 叶子梅在大荧幕上 都要靠卖弄身材来吸引眼球 导演们更是无所不用契机 用各种方式来把叶子梅的曲线展现得淋漓尽致 以此来赚得更高的票房 其中值得一提的是 有麦当雄担任制片人的限制级电影 《玉谱团之偷情宝剑》 叶子梅在里面饰演大家闺秀铁鱼香 虽然整部影片中叶子梅并没有太多赤身裸体的镜头 但仍然让人觉得性感无比 此片一上映就受到极大的追捧 也成为了香港最热门的限制级电影之一 叶子梅也借此巩固了自己艳星之首的地位 即使香港娱乐圈中从不缺美艳性感的女明星 但叶子梅以先来者的姿势稳稳居于上方 值得感慨的是 群众对于香港艳星的感情是复杂的 很多女星都是由于在娱乐圈中摸爬滚打 并没有取得理想成绩 或者被公司威胁 迫于无奈才走上依靠身材吸金的艳星之路 限制级电影之所以存在 也是因为对当时的市场有这个需求 有不少人在一边欣赏他们性感身材的同时 一边拼命诋毁他们 在观众普遍看来 不论艳星长相如何 演技如何 似乎都比其他影视剧演员要更加低级 在这样严格的偏见下 叶子梅顶着艳星的头衔 即使作品火爆 热度高涨 却也只能止步不前 当然也有其他比较幸运的女演员 如舒奇 李立真 在机遇和努力的双重作用下 成功转型 摆脱了艳星带来的负面效应 但叶子梅的整个演艺生涯 都笼罩在了风月电影的阴影之下 而在惹眼身材的对比下 她出色的演技和美丽的脸蛋 似乎都不那么重要了 1992年 叶子梅尝试转型进军歌坛 当时好友齐琴为她亲自操刀作曲 并且负责监制 助她一臂之力 发行了个人首张专辑十分坦白 只可惜观众对她的歌声并不买账 这件事情她很是低落 他们更希望在荧幕上见到汹涌波涛 而不是唱机中传来的声音 1994年 叶子梅拍了她的吸影之作《地下才觉》 之后黯然退出了娱乐圈 一切都尘埃落定了 不畏过也努力过 最终不得不与现实妥协 人生就像过山车一样 体会了惊险刺激 峰回路转之后 归至于平淡 退出影坛之后的叶子梅 和男朋友吕西照相伴多年 吕西照一个脊椎一颗的专家 李毅还带着的儿子 可偏偏与叶子梅相遇 并且成了对方的真爱 为了这个男人 叶子梅放弃了事业 在她最红的时候 宣布退出娱乐圈 跟着她的真爱 过起了平凡普通的生活 他们会经常出现在大众事业中 吃饭 逛街 约会 爱屋及屋 叶子梅对吕西照的儿子也很好 直到26年过去 这26年来 他们没有领证 也没有再生育 或许就是因为考虑到那个孩子吧 2018年11月 与西照乘坐飞往美国的航班 科技上因为心脏病突发 告别人是 在经历男友突然离去之后 叶子梅开始后悔 跟朋友说 自己没有早日与男友结婚 组建家庭 这样即使男友离去 也没有什么遗憾了 如今自己没有小孩 将遗产留给前妻的孩子 也算缓解他们的生活压力 完成男友的医院 如今的叶子梅54岁 没有付出 只有自己 还有对男友的怀念 过着平淡的生活 叶子梅前半生 也算经历大风大浪了 靠身材大火 虽然有光鲜的生活 但也受到很多常人 所想象不到的恶意重伤 他都承受下来了 他也做过努力 不想让眼光都集中在他的身材上 他也渴望用自己的演技 做出一片事业 无奈抵抗不住世俗 既然艳星的标签摆脱不掉 那就离开娱乐圈 这个是非之地 保住他内心一片净土 他的前半生看及时间繁华 后半生归隐过上自己的生活 在娱乐圈留下他的传说 即使男友突然离开 他仍然可以抱着回忆过一生 岁月静好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如果有想了解的人物故事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